好 所以那請教賴醫師 所以高心情這樣變了 他現在還會 他就是講他已經有在看 一段很長的時間的身心科了 那其實上他身體的疾病 會造成心理的問題 我比較有名的就是 更年期的女生 沒有荷爾蒙 她睡不好 然後很難過 很糟糕 久了以後 她心理的疾病也跑出來了 那你給人家補了荷爾蒙以後 她心理的疾病就減少了 所以身體跟心理 其實是互為表理 那第一個就是 她要排除危險的耳鳴 腫瘤 中風這些風險都沒有 大概99%的這些 良性的暈眩症 怎麼去對待這個暈眩 不是跟她做朋友 你要把她當老師 她是身體在強迫關機 她在打電話告訴你 你這樣不行了 你不能再熬夜了 你不能再亂吃亂喝了 不太能喝酒 茶 咖啡 酒都是場合誘發 尤其是紅酒 茶 咖啡 酒 最重要是不能夜間工作 其實很多病人 我有一個病人很特別 他就是 他跟他先生是做夜市在宜蘭 就一直發作 因為他夜市做完都十一二點 然後再要睡覺都要兩三點 我說你們兩個這樣 一直吃藥沒用 改做早餐好不好 他做了早餐就好了 就早睡早起 生活就調好了 所以這類的病人 我常常大概診斷書 不能值班 不能很多警察來叫我寫說 他要職業班 不要職業班 不要夜間工作 你不要做百貨公司好不好 你去做白班 生活規律 然後要運動 大概有十個 有五個病人跟我講 他後來改善很多 就是他規律的運動 每天都 不要怎麼去健身房 這種運動最好是在戶外 走路這種的 每天規律的運動 或者一個禮拜兩三天 一次半個小時 四十分鐘 你就會很健康 然後跟著太陽走 不要太多夜間生活 八點以後不要看手機 不要看你這個 太難了 現在都沒有手機 你工作 不然你生活 對啊 所以說 很多科技業的 對啊 很多科技業的 或者是有的 要到國外的做生意的 它就不容易改善 因為你就聽 暈眩啊 如果它都沒有事 就代表你現在可以 如果叫得很大聲 如果常常發作 就代表你要開始停下來 那飲食呢 飲食這類的病人其實很挑吃 他不能吃那些 早早出吃的烤鴨 對 烤鴨是什麼不行 這類的病人他是好明明的 他不能吃那個腌製過的東西 烤過的 那種要吃新鮮的 像水果要吃新鮮的 不能吃堅果 不能吃起司 乳酪 新鮮的就可以 那都是我最愛的 就是處理過的 這種的食物 加工的食物 吃新鮮的會比較好 對 所以食物要去 要講究 所以我是 死好了 沒有啦 我是死好了 好 那慧文這邊 是有朋友被診斷 是梅尼爾試症 那這個 他的狀況是怎麼樣 持續一個月 對 我們一個朋友 那時候他在臉書上寫那個過程的時候 我們其實都覺得還蠻擔心的 因為他 我必須講 就是年紀也是跟我差不多 然後事實上他工作壓力 也是蠻大的 然後他那時候他就說 他得了一個站不起來的病 他說他的那個暈的狀況是 很像那個在坐船有沒有 船晃一晃要上岸的 那個瞬間覺得自己咖啵啵 然後平衡失衡這樣 然後在岸上站不穩的那個樣子 而且他不是短暫性 他是一整天 然後他有去看醫生 看了大概四五個都找不到原因 也沒有什麼改善這樣子 那一度也讓他真的很擔心 很害怕 他還跟我們講說 他連臉書都設定為 那個是代理人 你知道臉書有一個功能 就是人過世了 就變成代理人 當管理者 那意思就表示 他覺得他已經非常灰心了這樣 那後來呢 他說他真的是暈到 大概那個時間算起來有一個多月 然後最後最後就是 當然他也有去看醫生 然後做了相關的檢查 據說診斷是不典型的 梅尼爾氏症 可是其實剛剛這樣聽起來 好像又不是那麼像 那另外一個他有提到是說 他那時候好像有測一個病毒量 因為他說醫生有懷疑 他是不是帶狀泡疹的病毒所引起 或者是有相關性這樣子 那最後是當然就是他這段時間 他就是完全都停工了 因為也沒辦法做什麼事情 就整天就是躺著 他就說我整天 好吧我把我家的書拿來看一看 平常沒時間看 他怎麼看得下 但是他只要不動他不會暈 然後他就在那邊看書這樣子 對 那個時候他發作的狀態是這樣子 對 是 然後剛剛惠文提到那個朋友 就讓我想到另外我有一個朋友是男生 他是攝影大哥 50歲 然後他就有嚴重的暈眩 然後造成他工作沒有辦法做 就你在拍攝當中 你暈了 那個 那個對不對 攝影機扛不起來 然後他看了很多的醫生 什麼科都看過 後來他跟我講說他住台北 他在慈濟找到一個醫生 專門是看這個的 他說那個治療的方式是 用針打進裡面 耳膜裡面 然後就那個醫生這樣子做之後 他就比較少發病 因為我們一直講這個東西 這個病是它是不能完全好 他說至少就比較不發病了 但是他說可是有 醫生不要穿進去的時候 就有戳了他的耳膜 讓他很不舒服 然後他光為了這個 他是每兩個禮拜 是從台北要開車去 那個那個 對對對 大陵那邊去治 所以這也是滿特別 但是他偶爾還是會發病 那醫師 所以這個病 是只有吃藥就可以了嗎 我現在應該這樣講 你要看是什麼病 假如是梅尼爾斯症 它是有很多 像他有些會手術 再來梅尼爾斯症 到很頑固到很痛苦的 我們會開刀進去把腦 我開過大概102個吧 開爐 然後把天秤神經切斷 開爐的意思是什麼 就開腦 進去找到那個平衡神經 把它切掉 讓它不要再花作了 以前有做這個手術 那個腦要開到多大 應該是就是 顱厚吧 大概這麼 進去把小腦找到 找到那個神經把它剪掉 很嚴重也會到這種 開腦的 很少 因為梅尼爾斯就很少 然後頑固型的更少 你說內耳要去打針的 這種治療比較少 比較少 我現在講說 我們現在去講是 梅尼爾斯症 那種奇奇怪怪的 都排除了 我們現在講最大宗的 這一群好不好 飄浮的女人 對 這一群的病人 沒有手術的空間 因為它就是一個體質 它的暈眩跟頭痛跟耳鳴 這三個東西 都是你的保護者 它會暈 我經常告訴你 它會暈才是聰明的 你的大腦都overload了 過熱了 那你都不會暈 強迫關機 整天在那裡 到燒掉了 到中風才知道 很危險 所以它會暈 強迫你休息 是一個很好的保護的機轉 那預防比較重要 我常講預防 你們都不喜歡聽預防 我說要早睡早起 老師我們都很愛聽 只是做不到 對 那頑固型的 有時候需要吃藥 就跟偏頭痛一樣 它需要吃一些預防型的藥 我現在 我剛剛不是講說 我因為一直都沒有 找到真正的原因 因為我其實也不想去找 我相信絕大多數的患者 可能也是 因為看了各科之後 沒有解決方法就算了 這樣不了了之 那我近期的是 因為剛好我婆婆 也有這樣的問題 她那時候自己 不知道是怎麼樣 她就試試看 就拿了那個暈車藥 然後她就說 有效 就是在至少在發作的時候 她就不會不舒服 所以她 那個 我四年前那一次發作的時候 她也跟我分享說 你要不要試試看 因為已經馬上要工作 也沒有辦法去看醫生 後來 所以我現在依賴的方式就是 如果要發作 我就是用暈車藥的方式來處理 然後剛剛聖美姐講那個打耳朵 我沒有被打過耳朵 我是被打過頸椎 那時候因為 就是懷疑是不是 十幾年前 那時候有說什麼 頸陰性的暈眩 自己上網有看到類似 覺得很像 所以我就去看了骨科 骨科醫師說 我這邊可能是那個什麼狹窄 然後去壓迫到我的血流這樣子 所以她 用一個很長的針障戳戳進去 我印象很深刻 然後啪啪啪 就打了之後 好像她那是為了要幫我放鬆 可是也沒有改善 所以其實 真的在這方面的診斷 跟那個治療上 我相信絕大多數人 真的都是找不到 沒有辦法有一個好的解方 真的 我覺得 如果是常常這樣投暈目線 到最後我就解決 會得憂鬱症 會啊 會 會伴隨這個 恐慌性投暈的 toc 你好 你好 好 吶